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团队的力量 提到组织管理的时候 常会有人引用一种理论 叫做验形理论 他主要是提到有科学家 观察到验鸟这类的鸟类 有一种团队合作的本能 当它们飞行的时候 会呈现一种V字形的队形 而因着气流的关系 这样的飞行方式 使得每只验鸟 比单飞时飞得更快 更省力 所以如果有一只验鸟脱队的时候 它就会感觉到吃力 然后赶快回到团队里 继续利用团队的力量来飞行 但如此 它们还会定期的变换领导者 当前面领队的那只验鸟疲倦了 它会退回到队伍里 由另外一只验鸟出来领队 而飞行在后面的验鸟呢 也会用叫声来激励前面的验鸟 以保持飞行的速度 而如果其中有验鸟生病或受伤 队伍里就会有两只验鸟飞下来协助及保护它 一直到它痊愈或死亡为止 而那两只验鸟才会再次组队飞行赶上原来的验群 验行理论提醒我们 当一个组织想要继续不断地往前走 就要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 当验群彼此激励跟扶持一起朝向共同目标飞行的时 它们就能更快速更容易地到达目的地 而如果每只验鸟只顾着自己飞行 也不去顾生病或受伤的验鸟时 最后就会有验鸟跟不上 然后就脱队了 在团队里也是一样 当每个人重视彼此互相体恤 并且愿意主动支援 如同圣经上所说的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如此就能让团队更加合一 更加强而有力 也更有成功的可能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百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 就是为了叫我们能够彼此配搭合作 以至于成为团队 换句话说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跟别人合作的 就像耶稣来到世上 他也不是培养一个伟人 英雄或接班人 而是他培育了 呼召了十二个门徒 因为他喜欢我们在一个团队里 同心可以一起做工 有一句话说 一个人走走得快 但是一群人走走得远 有些人的确一个人 也可以做得很好很成功 但是这样的成功是很有限的 如果不懂得与人合作 就算学历再高能力再好 最终你的成就是有限的 事实上上帝自己就能搞定一切 只要有耶稣不用舍个门徒 上帝也能够行出许多神迹奇事 可是上帝更深更美的心意 是看见团队的同心合一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在团队里是个领导者 又或许你只是扮演一个帮助者的角色 但是无论你是什么角色 你都是团队中很重要的一份子 当你懂得去欣赏其他人的优点 接纳包容其他人的不足的地方 学习彼此激励 互相扶持的时候 那团队将会越来越好 你也将会得着益处 今天在你的团队中 也许就有人正等着你去鼓励 肯定他们 让我们试着付诸实际的行动 去帮助团队中有需要的人 让他们也能够一起继续地往前走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就在早安Easy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